你 我就知道你们主公会来救我的 可不该在此处落脚啊 此地离都城还是太近 灵不宜心思狡诈 万不能让他绣到咱们的踪迹呀 你可曾在灵不宜念前 攀摇我家世子 凡某半个字也没说 当初你们家世子可是承诺过了的 若我起兵 他父雍王必定会鼎力相助 到时候冯一俊和蜀忠配合 共成大事 那可去他什么时候动手呢 你疯了吗 我可去你们世子的盟友啊 世子说了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 畜生啊 世子 美国主持人 不知权 父女 都差辆 你以为失败了 你以为基睸 好 快救我 想活命就闭嘴 少主公今日打得真凶狠 还不让五人出手 他设回新竹 若非樊窗再逃 少主公今日便可以 护送程家人回家了 少主公为什么 要护送程家人回家 这也不行 耽误少主公要求的事 你们先别程家离家了 先灌灌我 给我找个医师来 医师说我的身体并无大碍 将军 你就别走来走去了 晃得我头指他 你还降嘴 我与你成亲二十几年了 何时见你这般病过 就是当年消失家破 你也不肯半点示弱 如今不过是张儿女亲事罢了 你怎能就一病不起了 我这是心火 怪不得别人 汤子 不如我来吧 你也可歇会 你去华县 与娄瑶在一起的时候啊 都是洋洋照顾我的 你就不必战手了 在华县 鸟鸟可是跟正经的 医师学过的 夫人病重时 多亏鸟鸟在旁伺候 有两个女儿轮流照顾 夫人的病好得快些 还是泱泱乖巧懂事 日后若遇者如意郎君 嫁过去便是他们家的福分 大伯母 都怪伯母失职 让鸟鸟先心意了气 这件事情也追回莫及了 你比鸟鸟年长 也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若有心仪的郎君啊 你就告诉伯母 伯母定能帮你说回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杨阳听评伯母安排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 让人省心的孩子 放心 伯母定会 顾虑的周全 水要先凉了 我就换份热的过来 这又何必呢 还是鸟鸟能干哪 弟父这一病啊 他倒是把家里的事物 打理得井井有条啊 万婆夫 七七阿子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你家阿母病了 过来看看 七七 看看人家鸟鸟 多孝顺多乖巧 我上次病的时候 你怎么尽孝的 居然出去跟人打了一架 阿父到底会不会说话 这 你这般赞一个贬一个的 是想让我跟少商妹妹生闲戏吗 不过看在你是夸自家妹妹的分上 这回我就不给你计较了 气得我这右边头疼又犯了 快给阿父揉揉 阿父 这医师说了 卢又侧疼则赵兄啊 你惦记着要生儿子那事 爸这是撑不了了 你放心 阿父保证给你生个弟弟出来 好 好